本书所揭示的科学理念 阐明了信念如何决定行为 基因活动及生命发展 父母千万别闲着一章中 已经写到 大多数人还是还提示 便不可避免地获得了限制性 或自我毁灭性的信念 并把它们下载到潜意识中 我在那一章中提到 有许多能量心理技巧 能利用最新的心灵肉体研究 快速达到潜意识程序 并重编这些程序 本书结束前 我想对一种名为心理运动学 PSYCH-K的能量心理技巧 多说几句 因为我对它有亲身体验 其我对其完整性 简单性和有效性 深信不疑 1990年 在一个研讨会上 我遇到了心理运动学的开山之祖 罗布·威廉姆斯 我和他都是研讨会的发言人 我在发言结束时 如常地告诉听众 改变信念 并可改变人生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结论 听者的反应 我也很熟悉 哦 布鲁斯 你说得没错 可是 怎样才能做到呢 那时 我尚未完全认识到潜意识心灵 在改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相反 在大部分情况下 我都只能提倡努力利用 积极思维和意志力 来战胜消极行为 然而 我自知 对于改变自己的个人生活 我其实收效甚少 我同样知道 当我提供这一解决方案时 整个讲堂的气氛 便开始低落 看来 见多识广的听众 已经像我一样试过了 意志力和积极思维 但所获甚微 我回到座位上 抬起头来 发现下一位发言者 是精神治疗医师 罗布·威廉姆斯 这真是命中注定 罗布的开篇语 便立刻引起了 所有听众的浓厚兴趣 罗布介绍道 心理运动学 能够改变长期存在的 限制性信念 仅需区区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 罗布问听众 是否有人愿意 谈谈自己的困扰和问题 一位女士引起了 我和罗布的注意 她由于不决地举起手 接着放下 然后又举起来 她的胆怯 显入无欲 当罗布 问她的问题 是什么时 她满脸通红 回答 含糊不清 最后 罗布不得不走下讲台 和她一得一地 小声商讨 接着 罗布告诉听众 这位女士的问题 是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言 罗布回到讲台 这位女士迟疑地跟随着她 罗布请她面对 近百人的听众 说说这个困扰她的问题 她再次紧张得 几乎说不出话来 罗布运用心理运动学的 一种转变技巧 和那位女士 共同努力了十分钟左右 接着 她再次问女士 她现在对于 向听众说话有何感受 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发生了 这一次 她不但明显放松很多 而且开口对着听众说话 声音激动而充满自信 接下来的五分钟 这位女士占据了讲台 口若悬河 把所有与会者都经得目瞪口呆 她太太忘乎所以了 最后 罗布不得不请求 她停止演讲 把她带回座位 然后 罗布才能完成自己的发言 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是一个年度会议的定期参加者 而我经常担任发言人 所以 我能亲身见证 她在随后几年内令人惊叹的变化 她不但克服了 对在公共场合说话的畏惧 而且积极组织社区演讲俱乐部 最后 她成为了一个屡获殊荣的公开演说者 这位女士的生活 在短短几分钟内 便真正地改头换面了 在目睹这位女士瞬间转变后的15年内 我还见过其他人应用心理运动学技巧 他们都迅速地提高了自信 改善了人际关系 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 心理运动学技巧的运用过程 简单、直接 并可验证 她利用肌肉测试 人体运动学中的心灵、肉体结合点 进入自我限制性的潜意识心灵档案 这种方法 我曾在加勒比那位手疗师的临时办公室发现过 她同时利用了左脑、右脑融合技巧来实现迅速而持久的改变 此外 心理运动学还把精神力量融入到改变过程中 就像我把精神力量融入到我对科学的理解中 利用肌肉测试 心理运动学能够进入到罗布所称的超意识心灵 确保这个人宣称的目标是安全、适当的 有了这些内置的安全措施做保障 则所有想从恐惧的应用中逃到关爱的阳光下 从而主宰命运的人都可应用这种个人转变系统 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便运用心理运动学技巧 心理运动学帮助我摒弃自我限制性的信念 其中包括我不能完成此书的信念 这本书现在被你捧在手中 这一事实便是心理运动学威力的一个名证 我也定期与罗布共同讲课 在我的发言结尾时 我不再倡导积极思维和意志力 而是高兴地把听众交给罗布 虽然本书是关于新生物学的 但我相信心理运动学代表了迈向21世纪 和之后的新心理学的重要一步 自谢 从触发科学灵感到本书问世 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这段个人转变的美妙时光内 我在精神上和具体事件中 都受到了神明的祝福和引导 他们是赐予我艺术灵感的神灵 我特别要感谢以下的各位 有了他们的帮助 才有这本书的存在 科学之神 我要感谢科学领域的灵魂人物 因为我深知 是我身外的力量引导我 让我能把这个信息带给世界 我要把特别的祝福 献给我的英雄们 让巴布蒂斯特·莫奈 拉马克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因为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科学成就 改变了世界 文学之神 就新生物学而写一本书的意向 早在1985年便已产生 然而 直到2003年 我遇到帕特里夏 A.金 这本书才得以写成 帕特里夏是旧金山湾区的一个自由作家 曾任新闻周刊记者 并担任该杂志的旧金山总编辑长达十年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他第一次会面的情形 那一次 我塞给他一卷卷的新科学阅读材料 令他应接不暇 随后 我又扔给他数不清的未完成手稿 一捆捆我之前写的文章 一个个塞满了教学录像的箱子 和一叠叠科学资料笔印件 他简直穷于应付了 直到他驾车离开 我才想到 我交付给他的任务是具有纪念性意义 帕特里夏没有受过正式的细胞生物学和物理学培训 但是在接受和理解新科学方面 他创造了奇迹 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不但学习了新生物学 而且甚至能详述新生物学话题 本书的清晰明确 有条不紊 完全得利于他整理、编辑、综合信息的高超技巧 帕特里夏负责集中研究健康问题的图书项目、报纸和杂志故事 尤其是心灵、肉体药物研究、压力对疾病的作用的研究 他的作品建于许多出版物 如洛杉矶时报 西南航空公司的精神杂志和共同点杂志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波士顿人 与先生哈罗德和女儿安娜住在马林 对于帕特里夏的努力 我身为赞赏并感激不尽 我期待未来能有机会与他再度合作 艺术之神 1980年 我离开学术界去浪迹天涯 出演名为激光交显乐的巡回摇滚音乐会 这一壮观的激光演出的灵魂人物是罗伯特·米勒 他是一个愿景艺术家和电脑制图天才 他仅有十几岁 但以其超出年龄的智慧汲取我所研究的新科学 最初他是我的学生 而后来则成为了我的精神继承人 几年前他就提出 无论本书何时面试 他都希望能设计封面 对此 我欣然同意 百步米勒是华盛顿贝勒为光速设计公司的合伙创始人 兼创意总监 他和他的公司为全世界的科学博物馆和天文馆生产了备受赞誉的3D灯光和生效显示 1998年 在葡萄牙里斯本世界博览会上 他们在海洋的脆弱生态主题演讲中的教育娱乐节目 受到热烈追捧 每天都有一万六千名观众 音乐之神 从新科学的酝酿到本书完成 我一直都被是乐队的音乐 所鼓励 激励 尤其是乐队主唱乔恩·安德森创作的歌词 是乐队的音乐 显示了对新科学的深入认知和理解 是乐队的音乐道出了一个事实 我们都和光紧密相连 他们的歌曲强调 我们的经历 信念和梦想 会塑造我们自己的生活 而且会影响我们后代的生活 我需要长篇累读 才能解释清楚的理念 事业队用几行辛辣有力的歌词 就能表达出来 你们真是好样的 提到本书的问世 我还要衷心感谢纽约出版商 感谢你们拒绝了我的出书提议 没有你们的指手画脚 我才能写出我自己的书 而这正是我想做的 我要感谢爱之山产品公司 为本书出版投入时间和资源 我要特别感谢作者出版合作公司的 道森丘吉尔 道森使我们得到了这两个领域内最好的资源 自助出版体制提供的人事管理 大出版社提供的市场经验 感谢杰拉因跟德罗 感谢他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感谢他使本书引起道森的注意 还有谢力凯乐 我亲爱的朋友和公共关系专家 是他慷慨地投入时间 提供专业的编辑技巧 感谢参与我授课 演讲研讨会的所有学生和听众 是你们多年来一直戚而不舍地追问 书呢 书呢 好好 书来了 我深深感谢你们不懈的激励 我要向几位极其重要的导师致敬 他们为我的科学生涯提供了宝贵指导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伊莱 他赋予我以目标感 而且同样重要的是 他鼓励我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 爸爸 谢谢你 荣耀归功于我的小学科学老师 戴维·邦德勒斯道夫 是他把我领入细胞世界 点燃我的科学热情 向欧文·格尼斯堡博士致敬 他无微不至地呵护我 直到我的博士阶段学习 我将永远铭记 我们所分享的科学爱好 感谢西奥多·霍利斯博士 宾夕法尼亚大学 感谢克劳斯·本池医学博士 病理学系主任 斯坦福大学 第一个理解我异端学说的正宗科学家 这些杰出的研究者 在实验室内为我提供空间 鼓励支持我深入研究本书中 提出的各种观点 1995年 吉拉德·克拉姆 首疗师 生命首疗术西区学院的院长 邀请我执教分型生物学 那正是我在新科学中的对口科目 我对吉拉德的支持非常感谢 是他把我引入到 首疗法和补充疗法 这个提升生命价值的新天地 1985年 在本书材料的第一次公开展示会上 我遇到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心理学系的荣誉副教授 李普洛斯博士 多年来 李都是本书中写集的 新生物学的忠实支持者和重大贡献者 心理运动学的研发人 我的合作伙伴和受人尊敬的同事 罗布·威连姆斯 帮助把细胞科学和人类心理学 桥接起来 为本书做出了不小贡献 科特利什勒 科特利什勒 首疗师 我的亲密朋友 一个哲学奇才 与他就科学 与科学在文明中的角色的讨论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广阔认知和巨大乐趣 与西奥多霍尔博士的合作 则使我见识到 关于细胞进化史 与人类文明史的密切关系的精彩见解和深刻领悟 我要衷心感谢贵格·布莱登 精彩的科学洞见 对于本书出版 他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并为本书拟写了极具吸引力的副标题 以下各位亲爱的 值得信赖的朋友 都阅读了本书 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他们的帮助对于本书问世 功不可没 我要向他们中的每一位 都表达谢意 特里·布尼奥 医学博士 戴维·张伯伦博士 巴巴拉·芬代森 外贸硕士 谢利·凯勒 玛丽·科瓦奇 艾伦曼德 南西·玛丽 迈克·蒙蒂萨 特里·莫里森 罗伯特·米勒 苏珊·米勒 里普罗斯 博士 科特·利什勒 手疗师 克里斯丁·罗杰斯 威尔斯密斯 但·纳萨特 托马斯·维尔尼 医学博士 罗布·威尼米斯 拉尼塔·威尼姆斯 唐纳·王尔德 感谢我的姐姐 莫莫莎和哥哥 戴威尔德 的关爱和支持 戴威尔德 开玩笑 说他打破了暴力怪圈 变成了儿子 艾里克斯的 慈父良师 我因此 而为他感到自豪 多谢精神2000公司的 道格·帕克斯 他为本书提供了 巨大的支持 道格一听到新生物学 就不予余力地 把这个信息 向全世界传播 道格制作了教学录像 和研讨会录像 拓宽了公众 对于本书的认识 为寻求自我增值的人们 开启了大门 谢谢你 亲爱的兄弟 如果不对 玛格丽特·霍顿之仪 最特别感谢 这篇致谢词 便会不完整 玛格丽特 一直是我的幕后推动者 为本书的写作 和出版立下汉马功劳 无论我写什么 说什么 亲爱的 都是出于对你的爱 作者介绍 布鲁斯·利普顿博士 是乔街与精神科学方面的 满身国际的权威 新生物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曾担任多个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的特邀演讲嘉宾 也是许多国际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人 利普顿博士 利普顿博士由细胞生物学家开始其科学生涯 1973年 他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 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系 利普顿博士的肌肉萎缩症研究应用 克隆人类干细胞的研究都集中关注控制细胞行为的分死机制 利普顿博士与其同事埃德·舒尔茨博士 共同开发的一项实验组织移植技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后来被作为人类遗传工程的一种新形式而采用 1982年 利普顿博士开始仔细检验量子物理学的原理 浅心思考如何将这些原理融合到 他对细胞信息处理系统的理解中 随后 他提出了突破性的细胞膜研究 研究揭示 细胞的外层是一个等同于计算机芯片的器官 相当于细胞的大脑 他于1987年到1992年间 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揭示 通过细胞膜运作的环境 能控制细胞的行为和生理 打开或关闭基因 他的发现 与基因控制生命的既定科学观背道而驰 但却预言了当今一个最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 表观遗传学 源于表观遗传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科学出版物 定义了连接心灵与身体的分子通路 其他研究者后来发表的许多论文 也都证实了利普顿博士提出的概念和观点 利普顿博士 读皮吸睛的科学方法 同样也改变了他的个人生活 他对细胞生物学获得了深邃的理解 这种理解突出强调心灵支配身体机能的机制 暗示一种不朽精神的存在 他将科研心得应用到个人的生物学中 发现他的身体健康日渐改善 日常生活的质量与特征也大大提高 利普顿博士一直致力于向公众传播 其备受赞誉的医学院课程内容 最近更是成为广受欢迎的主题发言人 和研习班授课人 他为传统医学 补充医学的专业人士及非专业人士讲课 讲授前沿科学及前沿科学 如何与心灵、身体医学和精神原则吻合 成百上千的观众 应用了他在授课中讨论的原理后 促进了精神、身体和心理安康 同时 这些佳话美谈 也令他大受鼓舞